讲一讲股,年跌四天 恒指跌穿了8月中以来的低位 不但一度冲了大约10个月的低位 好像是大摩都削减恒指的目标价 跨近一成,去到24,400点 你可以说其实跟现在的距离又不是差很远 不过于这个好像是明年的目标 市场好像一致都说 其实现在是不是都转向势越来越弱 你又怎样看是否真的会有牌跌呢? 大家的部署应该是说真的要拿着一些 现金安全一些,要减仓仓 还是不是的,我想骂货 应该是怎样给大家的方向? 其实当然大摩看,是4.40下年年中的目标 的确就一来再有点时间,二来 其实计算点数,现在都差不多了 现在只有24.05了,其实差不多了 所以我想看大行的目标就当是参考 就不要完全拿来作准或者怎样 但是明显地整个势就讲股一定是弱的了 其实都已经不能拿来和美股比较的了 就是不要比较就更加没有伤害的 这个好一点 但是相对来说就一定是差的了 就是你记得到,只是不要看远 真的看现在的8年上的7、8、9月3个月来算 你三个低位都慢慢一个低一个 是 而且8月和9月这两次反弹也是一样 就是一个低一个一个 就是整个趋势上的小小地向下 整个趋势上的 甚至乎如果以整个大的方向 其实你计算平均线 如果慢慢再跌多一点的时间 其实100天线是有机会跌至250天线 如果这样走的话 到时就意味着整个格局是倒序排了去顺序的了 就是倒序排了,最高是250 接着就100,接着50,接着20,接着10 然后才到现在的指数点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格局去看 其实是一个典型继续找低位的格局 所以如果真的这样做到这个结果 其实要再示范低一点是有这个纪律的 但是如果真的这样走 到时会碰到什么位或者试到什么位 如果大的位置 我暂时看着23,000至23,100这些位附近 是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因为一来其实这个位置都是去年9月的低位 其实是去年9月的起步位 23,100左右 而以来其实如果以回今次 你当是真的年初 我们最高见到3183 如果以回那一个 当是一个跌浪起步来计算 其实这个格局 跟100年那次见33484是相似的 而那次见33484之后 当年100年最低那一下 落到24540 其实那个跌幅就大概是两成六 如果以回今次动回两成六的幅度去计算 你用3183去落两成六 两成半左右 都是23,000左右 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暂时 真的大的位置看着那些位置 但是当然不是一步到位 我想短期来说 不排除有些技术反弹 因为刚才提到虽然过去7、8、9月3个低位 是一个低于一个 就是由24748到24581到24505 但是慶幸就九天RSI 就是一个高于一个 仍然都是有少少短期的底背池 所以如果你说 假设来港股这一两天 或者下个礼拜初回来 再回多两三百点 去挨近两万四边之后 如果那个RSI仍然有底背池 我觉得是有条件做一些反弹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短期反弹 就像过去两转一样 有些短期反弹 就不是一个短期反弹 因为整个Trend刚才提到 都是看着 例如可能两万三边 或者比较弱为主 所以你只是可能拼这一转反弹 如果你还是比较重货的 等弹就真的可能去减一下 就是说到这些位置才减 就真的迟了 但是等它弹 我想弹回 因为如果一弹上去 我自己暂时看 就是两万五千 五至两万五千八 你弹到那些位置 你考虑去减会比较好一些 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比较 还是拿着多一点货的朋友做法 但是当然也要看你拿着什么货 其实有些港股不是没有一些好估计的 也有些是做得很强的 但是大体上是这样的操作 但是主要说未有货 或者一直都已经减了很多 拿着很多钱的了 我觉得就刚才提到等 我宁愿等到 可能刚才 不要说是否一定到两万三 但是起码可能 假设有机会试低 那两万四楼下的 慢慢移低到两万三千多的这些位置 才分住去吸纳 那会给较一个比较中 才会好一些 是 我看到chartroom 我们有些网友 都看法更悲观的 最惨是昨天落博 是不是暗时风潮 会不会10月建议 21139 变回去年的低位 是的 我觉得暂时又未去到这么极端 当然我明白 有时候去到这些市况 甚至昨天也叫做再创年来低位的同时 其实是一定会有人更加觉得 好像很悲观 或者好像很惨 所以你说 我这些位置 不是没有这个机率的 但是我觉得机会性是比较低一点 除非 未来事件上说 譬如你配合一些监管也好 一些可能恒大债务的危机也好 真的去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 那就可能有机会见那些位置 因为其实说一句 不仅市场由3100开始 落下来计算 其实要反映监管那样东西 其实我想都反映了很多 都没有成绝有 只不过近期衍生了一些新的利涅因素 刚才说譬如恒大的风波 可能是不同的板块 有些可能有连着洗 这些额外会更加压 但是如果不是一些新的 很大旧的利涅充击 你说会不会见到21001这些位置 我想暂时未必有这么大机会 记住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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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